瑞福多功能日照中心动图感恩礼拜1月20号上午在瑞税中山路和瑞翼入口的基地举行 基金会董事长吕信雄还有县长徐真卫其县员林玉芬等贵宾一起参加了动图典礼 瑞福多功能日照中心动图感恩礼拜在1月20号的上午在瑞税中山路与瑞翼入口的基地举行 基金会董事长吕信雄县长徐真卫议员林玉芬等贵宾也都一同来参与动图典礼 与信雄说一地卖子基金会从2005年开始深耕花年县长照资源相对匮乏的中南区 来提供送餐居家服务等等的照顾 四年多前瑞税乡尚无日照机构进驻 就马上规划筹锐瑞福多功能的日照中心 共餐或什么那些我们都在做 那我很早就有一个想法是一个乡这一个日照 我后来发现政府也跟着我喊 其实我不要跟早这样想 所以我们现在在发动政府有六个日照 那全台湾我们有13个日照中心 历时将近一年半的新建工程招标案在去年底出现转机 终于有符合投标资格的营建商领标并且顺利发包 未来希望能够协助每一位失能或失智者 安心自在快乐过活的环境 记者高雄双瑞税乡采访报道